大家好,繼續有我們自己做Fundman 當然繼續有鷹Sir黃國英 鷹Sir你好 鷹Sir,早幾集教過我們兩種限制 上集提過我們,應該要留一手 接下來還有甚麼注意 接下來不可以說一種限制 只是一個建議 就是不要買八字不合的公司 因為一定沒有好結果,只會痛苦 隨時會累你組合其他成員 八字不合,如果炒股票搞得那麼複雜 連八字都要看 鷹Sir,你信這些原學的東西嗎? 我就沒甚麼研究,現在怎算好呢? 是比喻,所謂八字不合 即是說你不真心信公司 你沒有信念就令你很容易輸 你一輸了之後,負面經驗就滲透到潛意識 令你將來操作上更容易輸 所以千萬不要鬥氣 不要想著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起身 其實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那倒是呀,好像每次走去買中移動 真是未好過,好像唯一目的是斬 結果就是拿苦泥薪 這個因為它是絕世藥股 都不是八字不合的問題 據個貼節點的例子 好像汽車股一樣,和我就沒甚麼緣分 汽車股,即是你今年升到棒棒的聲 我的朋友聽到之後,就馬上湧進去炒汽車股 鷹Sir,你這樣,沒有坐在這裏 賺錢豈不是沒有你份嗎? 假假地都有世界排名 錢在哪裏賺就一樣 條條大路通羅馬 那我為何跟它合字不合呢? 就因為我不是很相信它長遠的故事 我經常認住大陸那裏那麼鬼塞車 哪有可能汽車長期都那麼好買 由於我沒有這個信念 於是操作的時候 永遠好像抬著計時炸彈那樣 升的時候就雞緊腳地走 熱的時候又騰了雞 入市慢,出市快 那怎會操作得好呢? 真是看不出 還以為你會好像對騰訊、港鐵、維他奶那樣 那麼有耐性又那麼有EQ 死菜爛菜之後 還以為你一定會贏到開行 我跟剛才你說的公司八字夾 我認同它們價值創造的能力 於是便坐得安心 相反汽車股 因為我不夠信念 所以未搞到操作的時候 亂了大龍 但有件事我仍然不太明白 我怎知道自己跟公司八字夾不夾呢? 難道真的要找蘇師傅來幫我們測嗎? 那又不用 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每次入市之前 將你想買的那隻股票的理由寫下 然後隨便找個朋友試下銷售一次 如果你銷售不到的話 那就算了吧 記住就是勉強沒有幸福的 如果你不信公司的話 怎樣操作都是輸 那就只會搞的 收到了 那麼多位家庭觀眾記住 以後入市之前 又多了一項功課要做 不過如果大家入市的原因 原來很簡單 是信英Sir的話 這個原因都幾有說服力 那我就只可以跟你說 我會好好保重身體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